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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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建造所有类型的水面舰船和潜艇 而且建造的速度非常快 比如 今年5月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完成了首次海上试验 第三艘航母的装配工作也在进行中 最新的054A型护卫舰 056型轻型护卫舰 和22型导弹快艇的数量都有几十艘 这说明中国几乎拥有无限的海军发展能力 中国的军舰数量已经超过美国 只是远洋舰和核潜艇的数量仍然落后 但考虑到中国海军飞快的建设速度 可以确信 这个差距用不了多久就能赶上 俄罗斯恢复世界第二的光环 恐将遥遥无期 为了重振俄罗斯的海上雄风 莫斯科曾信使淡淡的不允许他过海军 对俄海军拥有巨大优势 将努力确保海军站立世界第二的位置 只是这一切都受累于俄糟糕的经济 而成为可怜的空谈 现如今 中国造船业的蓬勃发展 几乎把俄罗斯挤出了世界海军军备市场 它的世界第二光环也恐将遥遥无期了 2018年7月29日 论道书斋胡显达本文内容 为我个人原创作品 申请原创加分转载 请著名出资铁血TIEXUE.NET 本帖地址 HTTP BBS TXL NetPost1316 95131 HTML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